大家好,我是大雄,8月9日 乌军出动大量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西部的利佩茨克军用机场 引发猛烈爆炸并燃起大火 由于爆炸极为猛烈 利佩茨克州州长阿塔·穆诺夫甚至下令取消该市所有娱乐活动 并疏散几个城镇的居民 据乌军总参部透露 在遭到乌克兰自查式无人机袭击时 利佩茨克俄空军基地停放有数十架苏34战斗轰炸机 苏35战斗机和米格31战斗机等 可能还有两架苏5战斗机 利佑消息称 该基地存放有大约700枚威力巨大的滑翔炸弹和导弹 还有多部防空导弹系统 8月10日网上出现的卫星图像显示 猛烈的爆炸使得该机场被完全摧毁 这极可能是乌方无人机袭击直接引爆了700枚滑翔炸弹 以及该空军基地的其他弹药 引发了猛烈的连环爆炸 这意味着该空军基地部署的所有战机 防空导弹系统和其他机场设备全部毁于一旦 请看乌无人机袭击前后的该机场卫星图像对比 这很好的解释了为何利佩茨克州州长下令停止该市所有娱乐活动 并疏散多个镇的居民实在是这次俄空军基地的连环爆炸威力极其的巨大 俄军人员和装备损失极其惨弱 可以毫不夸张的讲 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俄军在乌方单次袭击中遭受的最大损失 没有之意 无论是人员损失还是装备价值 均超过莫斯科号被击沉 以及俄A50预警机被击落 看看下面卫星图像中整个俄空军基地被完全移为平地 甚至机场周边的花草树木均灰飞湮灭 可以想象这次袭击引发的连环爆炸场面有多震撼 当天乌军有数十架大型自杀无人机密集轰炸该机场 俄方称拦截了其中大部分来袭无人机 但显示造成下面这种大面积的毁伤效果 绝对不是无人机残骸 或俄军弹药训爆造成的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乌方数十架无人机大部分命中的目标 俄乌战争眼下全球最为关注的 仍是乌军进入俄罗斯境内作战的最新战况 以及各方表态 我开门见山告诉大家两个简单的结论 一是乌军还在继续的向俄罗斯境内增兵 且持续向前推进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联合国机构 谴责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入侵 所有西方阵营均表示 乌克兰有权选择赢得反其类战争的作战行动 包括深入俄罗斯领土打击俄军目标 我首先对大家非常关注的三个网络谎言 就我知道的事实做一个澄清 然后再点评最新战况 第一有媒体报道 乌军于8月9日完全占领了库尔斯克核电站 事实上截至本文发文时 乌军并没有攻占库尔斯克核电站 周边10公里范围内也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俄方声称核电站内发现了一块疑似乌军导弹的弹片 我估计那是500年前埋在地下的出土文物 网上炒作这个话题是绝大多数国人弹劾色变 有人故意编造谎言来骗取流量 而许多人热衷于转发这种骇人听闻的假新闻 第二 乌军声称要在控制的俄罗斯领土上举行公投 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 这是简体中文网络上没有脑子的亲乌自媒体 为满足读者复仇心理编造的假新闻 就像我之前辟谣的所谓的俄罗斯五个州举行独立公投一样 全是移花接木的垃圾信息 确实有乌克兰某个非知名专家在网络上发文 认证库尔斯克500年前就是乌克兰固有的领土 但这样的主张没有得到任何乌克兰官员和乌克兰主流媒体的认可 更不是乌克兰政府的政策 乌军所有军事行动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 打败侵略者 乌方虽然之前提到战后要在乌俄边境俄罗斯一侧 建立纵深100公里的安全缓冲区 但从未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 第三 有亲乌自媒体绘制了乌军向莫斯科进军的路线图 而且每天炒作乌军离莫斯科又进了几公里了 这是缺乏军事常识 为骗取网络流量的无聊炒作 乌军目前没有能力攻占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眼下也绝对不会以占领莫斯科作为军事行动的目标 目前 俄方在向库尔斯克地区大量的增并 有亲俄媒体炒作乌军被围坚团灭 同时也有亲乌读者担心乌军推进速度太快了 可能被俄军包围 这是对俄乌双方战力和优缺点缺乏了解的典型表现 俄乌战争打两年多了 我们一定要了解三个非常重要的基本事实 第一 乌军拥有碾压俄军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通俄的说乌军有千里眼而俄军差不多是睁眼瞎儿 乌军通过自己和盟友掌握的卫星 包空侦察机无人机雷达和其他技术手段 同时拥有美国提供的极为先进的战术通信系统 能及时发现俄军兵力和装备的集结地及移动方向 从而可以提前发现敌人 避免己方部队陷入包围 并对敌人实施精确打击 第二 乌军拥有大量远程精确打击工具 这包括已经解除使用限制的射程70公里以内的海马斯极数大弹 最大射程30到45公里的15榴弹炮 这些部署在乌坎境内的威力巨大的远程打击工具 可以轻易的摧毁目前靠近双方基础线大规模集结的俄军 最近三天部署在乌坎境内的乌军海马斯发射极数炸弹 至少揭灭了5支俄军增援部队 视频图像擦不忍睹 第三 乌军拥有强大的防空力量和极为先进的近距离精确打击工具 这包括最大射程120公里的防空导弹 配备到班祖一级的大量单兵防空导弹 技术先进 威力巨大的单兵反坦克 反装甲导弹 查打一体无人机 坦克 步兵战车 装甲车 重型迫击炮等等 这些西方援乌先进军事装备可避免乌军受到俄军大规模的空袭 并轻易的打败俄军装甲突击 乌军进入俄罗斯境内作战以来 至少击落两架俄军苏34战斗轰达机 两架卡瓦2武装直升机 三架米28和其他型号的俄军武装直升机 与进入俄罗斯境内作战的乌军拥有大量重装备相比 到目前为止 像库尔斯克增援的俄军并没有携带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 仅携带随身轻武器的俄军步兵 居然乘坐没有装甲防空的繁布蒙面的军卡车开服战场 因此成为乌军极数炸弹的火把子 尚未抵达前线 就丧身在从天而降的钢雨弹片中 8月10日晚间 乌坎总统泽连斯基首次在例行视频讲话中 宣布乌军进入俄罗斯境内作战 并且对前方将士赞不绝口 泽连斯基说 我们的战士正在真正有效的 保卫我们的国家 每个方向每天都在发生激烈战斗 苏梅地区 哈尔科夫地区 顿涅茨克地区的各个方向 包括最艰难的方向 布克罗夫斯基 托利斯克 克拉玛托尔斯克 以及我国南部 到处都有值得感谢的乌克兰战士 他特别感谢 在布克罗夫斯基方向防御的 第47第10机部旅 提到了作战勇猛的第一突击营 第35海军陆战旅 第54机械化旅 第57和第59魔部旅 第77空突旅和第100机部旅 以及军情局下属一支特别部队 在乌南方向采取的有效监敌行动 托利斯基提到 当天乌军总司令 席尔斯基上将 多次向他报告了前线最新战况 和乌军下一步的行动 包括将战争推向侵略者的领土 托利斯基说 我感谢我们国防军的 每一个单位的牺牲奉献 乌克兰国防军 向世人证明 他们知道如何恢复正义 并给侵略者施加必要的那种压力 包括进入他们的领土作战 虽然托利斯基公开承认 乌军已经进入俄罗斯境内作战了 但对库尔斯克地区的战场情况 依然守口如瓶 并且一如既往的 不将俄罗斯境内造成的俄军人员 和装备统计纳入每天公布的俄军战损中 这对评估库尔斯克地区的最新战况 带来了困难 托利斯基还极其罕见的 批评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他说 如果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 支持俄罗斯坚持要求乌克兰 用土地换和平 这将违背其公民的意愿 他将反对美国人 许多特朗普支持者经常留言 对我揹公谩骂 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我 曲解了特朗普的队伍政策 现在看来 托利斯基跟我一样愚昧 根据带地理定位标志的视频和图片 以及俄罗斯官方通报 8月10日 乌军不但在库尔斯克州 保持了前一天控制的地区 并且取得了新的控制区 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州控制区 超过600平方公里 我关注到各种媒体上所说的 乌军控制区面积相差很大 这主要是战局发展极快 信息混乱所致 而且确实乌军控制的面积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 我尽量按照各方公布的确切消息 参考美国战争研究所绘制的最新战况地图 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 8月10日 乌军在科列涅沃以南的 劉比莫夫卡以北森林地区 稳步推进 俄罗斯边境重要城镇苏甲市 被乌军完全控制 当天 乌军还在苏甲西北部 靠近俄罗斯居民点附近 维持阵地 乌军沿着格尔纳尔盖沃 普列霍沃县 继续在苏甲以南开展行动 并占领了普列霍沃 乌军继续在苏兹扎西北部的 斯维尔迪尔科沃以北和苏兹扎以西的 鲁班石齐纳地区加固阵地 乌军还于8月10日 对比尔格罗德州靠近乌坎边境的 布罗兹和默克拉亚奥尔洛夫卡 进行了短暂的洗绕战 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边境地区的洗绕战 可能是乌军所属的国际战队所为 这样的洗绕战会令俄军高层精神紧张 过此失彼 并引发俄罗斯民众的恐慌 但实际军事意义不大 俄国家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于8月9日宣布 在比尔格罗德州 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 开展反恐行动 以回应乌军入侵库尔斯克州 按照俄罗斯法律 宣布反恐行动使俄当局能够采取一系列措施 包括暂停或限制通信服务 盐控电信频道 没收车辆和进入私人住宅 我觉得俄罗斯的这项决定非常可笑 现在连俄罗斯正规军面对装备 北约重装备 如狼似虎的乌军都是一触即溃 仅装备二手军制装备 以轻武装为主的俄国家安全局 执行所谓的反恐行动 与身经百战的乌军装甲部队硬碰硬 纯粹就是送死 当然 俄当局这样做可能是不想引发俄罗斯内部恐慌 有大量的袭击显示 俄罗斯国防部已经从各个前线地区抽调部队 重装备向库尔斯克增援 从上面最近三天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最新战况图上可以看出 乌军目前采取巩固现在控制区 加强防御阵地 稳步向前推进的谨慎策略 专注于围点打援 重点发挥自身战场状态赶战能力 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优势 歼灭俄军仓促投入战场的援兵 将自身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过去48小时 大量信息显示 俄军开始从前线其他地方横向重新部署一些部队 并转移俄罗斯国内的预备队 增援库尔斯克州 俄乌战场记者和知名军事博主提到的 俄军增援部队 包括来自赫尔松方向的两个俄空降营 和隶属黑海舰队的第810海军陆战旅 从扎布尔尔方向抽调了东部军区隶属 第35集团军的第38和第64摩布旅 从交战最激烈的顿戒茨克州 伯克罗夫斯克方向 抽调了几个番号不明的步兵营 自卢干斯克州调来车臣 阿赫马特部队 自哈尔科夫州北部边境战场 抽调了黑林格勒军区第6集团军的 第1009摩布团 第138摩托化步兵旅 第11集团军 第18摩布师 隶属的第79摩布团 莫斯科军区第一禁卫坦克集团军 第47坦克师隶属的第272摩布团 自库尔阳斯克方向抽调了莫斯科军区 第20集团军 第144摩布师隶属的第488摩布团等 不知道这些携带重装备的俄罗斯军队 何时能打到库尔斯克前线 可以肯定的是 虽然乌军已经俘获了上述 俄军番号部队的一些士兵 但他们并没有携带坦克 装甲车等重装备 同样只是携带了随身新武器装备 匆忙赶赴库尔斯克战场来送死 到我们前为止 俄军从前线各处抽调的部队并不多 而且俄军在双方接触线上的人肉冲锋 并没有明显的减缓 由此可见 俄罗斯方面的定力还不错 乌军可能需要继续的加大 在俄罗斯境内的攻势 才可能起到调虎离山的作用 目前 俄军向库尔斯克增援的部队 主要还是库尔斯克州及附近俄罗斯地区 刚刚完成初步训练的新兵 以及小量在哈尔科夫州北部作战的预备队 除了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 乌军情局下属特种部队继续创造战争奇迹 8月8日至9日晚 乌军情局下属第13大队各战分队 在被占领的克里尼亚半岛切尔诺莫尔斯克附近 使用无人艇击沉了一艘俄 福涅茨KS701项目高速驱乐艇 同时还损坏了另外三艘俄船只 乌军8月9日晚至10日凌晨 还对黑海的一个俄天然气钻井平台进行打起 乌海军发言人8月10日表示 俄军在该天然气钻井平台上 驻扎了军事人员和设备 干扰GPS信号危害黑海航运和乌粮食运输走廊的安全 据西方媒体报道 伊朗将在不久的将来 向俄交付数百枚短程弹道导弹 相当于伊朗版的海马斯 据说俄一双方于2023年12月13日 签署了交付数百枚FATH-360进程弹道导弹的合同 伊朗将很快交付这些导弹 FATH-360导弹的最大射程为120公里 弹头重150公斤 俄罗斯依靠伊朗 朝鲜这两国家的帮助 无法赢得这场与几乎整个西方阵营为敌的大规模战争 除非这两个自称宇宙第一军事强国 直接出手平了整个西方阵营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大家